大家好,我是封信先生 今天我们来聊五代十国 五代十国这个称呼 来自北宋参知政事 欧阳修编撰的纪传题史书 新五代史 属于二十四史之一 原名五代史记 为了区别于北宋初年大臣 薛居正等人官修的五代史 也就是旧五代史 称为新五代史 五代史国是历史上非常混乱的一个时代 实际上是晚唐政治与藩政割据的延续 唐朝灭亡后 各地藩剧纷纷自立为国 五代不是同时存在 五代先后经历过五个朝代 分别是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洲 连起来就是梁唐进汉洲 除了后梁、后洲是由汉人建立以外 后唐、后晋、后汉 这是由沙陀人所建立 五代的皇帝大多都有亲缘关系 五代开始于公元907年的朱温篡堂 结束于公元960年的赵匡印篡后洲 五个朝代加起来的寿命只有53年 总共有14位皇帝 可谓非常的短暂 十国分为南吴、前蜀、吴越、南蜀、敏国、南汉、京南、后蜀、南唐和北汉 京南又称南平、北楚 京南虽被列为十国之一 但是他始终没有正式立国 只能算是一个割据政权 十国开始于公元902年 杨行密被唐昭宗分为吴王 建都、广陵称江都府 也就是扬州 结束于公元979年宋太宗造九灭北汉 而且十国也不是同时存在 最多的时候只有七国与五代之一并立 五代的地理位置都在中原地区 都城方面除了后唐以洛阳为首都 其他四代都以开封为首都 而十国则大部分都在南方 是割据一方的武装势力 为什么五代四代十国是国呢? 因为史学家认为五代是中原地区正统王朝的延续和更替 是上街唐代、下连宋代的正式朝代 而十国只是割据在中原地区之外 有一定势力范围的武装势力 五代十国时期经常发生大将叛变夺位的情况 使得战火连绵不断 统治者多众武一文 五代中的第一个朝代是后梁 也就是历史上第一个建都开封的朝代 开国皇帝是朱温 朱温曾经是皇朝起义的将领 后来叛变皇朝于八八一年 在长安建立的大旗政权投降唐朝 被任命为宣武军节度使 据汴州也就是开封 后来他逐渐成为唐朝末年最强大的藩政 并被封为梁王 藩政也就是唐朝中后期设立了军政 为了保卫一方平安 有着强大的军事力量 但是朱温投降唐朝后 最后还是叛变了 公元907年6月1日 朱温逼迫唐埃第三位 以其封决梁王改国号为梁 建元开平 都称开封府 史称后梁 朱温就是梁太祖 根据五行相声的规律 唐朝的土德之后是金德 因此后梁以金为王朝得运 而唐朝的灭亡 并非是朱温篡位造成的 根据义中天中华史里说 唐朝其实是被皇朝颠覆的 从起义到失败 整人与唐朝打了十年 战火波及半个唐朝 破坏程度不是暗史之乱可以比的 说皇朝是唐朝的掘墓人 应该没有问题 新唐书《皇朝传》 既在皇朝最后走投无路 对自己的外甥林言说 我本想洗干净这污浊的世界 没想到一败涂地 把我的头砍下了林上去吧 不要便宜了别人 但是林言不忍心杀自己的舅舅黄朝 于是黄朝便拔刀自杀 黄朝是朝周人 也就是今天的山东河的朝县 义中天中华史里说 官兵民返早在黄朝之前就已经发生 唐义中 贤通十年六月 陕州大汉 老百姓向地方官报告 该官员却说 树上不是还有叶子吗 哪来的汉灾 然后把报告灾情的人痛打了一顿 民众忍无可忍 将这个地方官驱逐 后来这家伙狼狈逃窜到老百姓家 逃口水喝 得到的却是尿液 官民关系恶劣到这个程度 不反才怪 帝国的政府和官员却不知反省 继续自欺欺人 唐习中潜伏二年七月 大批蝗虫遮天蔽日飞到荆基 所到之处全部变为次也 金兆尹 也就是首都市长 报告皇帝说 蝗虫来到天子脚下 就不吃庄稼 自己抱着荆基而死 这是什么狗屁父母官 皇帝却信以为真 宰相也尚表道贺 老师说 官僚机构 腐朽如此 执政集团 昏溃如此 再不垮台 真是天理难容 说的没错 只有甘愿当奴隶的人 才会于东不反 义勇军进行曲 写得好啊 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 再来说梁太祖朱温 公元九一二年 朱温被他的三儿子 朱有龟 四父篡位 中年五十九岁 再为六年 朱有龟将朱温的遗体 用破障裹起来 埋在了庆宫的地下 密不发伤 焦躁杀害朱有文后 登基 然后将朱温的遗体 又挖出来改障 第二年 朱有龟便被禁军所杀 朱温的四儿子 也就是东都留守朱有针 在东都开封继位 视为梁末的 公元九二三年 因为朱温和李存旭的父亲 李克用 在公私事上都有恩怨 并且一直处于战争状态 所以李克用死后 晋王李存旭 称帝国号大唐 史称厚唐 厚唐不承认厚梁是正统 在其五行德运的选择上 恢复了唐朝的土德命运 公元九二三年十月十九日 后唐军队到达开封城下 后梁投降后唐 梁末帝自杀 后梁灭亡 后梁灭亡后 后唐庄宗下诏 诛杀朱温子孙 拆除后梁宗庙 追费朱温和朱友真为素人 并拆毁朱温坟墓墓的殿余 这个追费前朝皇帝为素人 在历史上没有什么作用 也就是图一时之快 毕竟人家还是被历史承认的皇帝 后梁先后经历三位皇帝 分别是梁太祖朱温 梁颖王朱友归 梁末帝朱温真 李存旭是沙陀人 本姓朱爷 他的父亲被唐义宗赐姓李 沙陀人是古代西突厥 诸下的一个部落 后唐末帝李存科本姓王 小至二十三 因此又被叫做阿三 是后唐民宗李世元的养子 而李世元又是李克用的养子 李存科与河东节度使石敬堂不和 九三六年后唐末帝下诏 把石敬堂调任 于是石敬堂就叛乱了 后晋的开国皇帝石敬堂 也是沙陀人 他是后唐开国的功臣 他曾经多次在危难中救护后唐开国皇帝李存旭 和后唐民宗李世元 当李存科决定将石敬堂调离河东时 石敬堂便决定了反唐 但石敬堂的兵力不足 打不过后唐 所以他只能通敌卖国求契丹帮忙 但契丹可不是随便帮这个忙的 让他帮忙得有条件 条件就是把燕云十六州搁给他 并对辽太宗 耶律德光称儿 也就是儿皇帝 什么是燕云十六州呢 燕云十六州 东西宽约600公里 南北长约200公里 总面积约12万平方公里 在今天的北京天津海河一北 以及山西河北北部 包括幽州今天的北京市区 冀州经天津冀州 顺州北京顺意 潘州经北京密云 如州今天的北京延庆 盈州今天的河北河间 墨州今天的河北仁秋北 桌州今天的河北桌州 新州今天的河北着陆 贵州今天的河北淮来 武州今天的河北宣化 云州今天的山西大同 贵州今天的河北溃县 云州今天的山西硬县 环州今天的山西塑州东 塑州今天的山西塑州 石敬堂当然答应 弃弹的这些屋里的条件 毕竟你让人家出兵 总得给点好处吧 在皇帝的眼里 最大的好处莫过于就是土地了 石敬堂不得不答应 否则就圆不了他当皇帝的梦 公元936年11月 石敬堂被契丹册封为皇帝 国号晋 史称后晋 然后契丹和后晋的联军 一起打败了后堂 后堂末地自焚而死 后堂灭亡 后堂先后经历 庄宗李存旭 明宗李世元 明帝李存后 末帝李存科 四位皇帝 然后石敬堂清都开封 依据五行相声的顺序 后堂的土德之后为金德 因此后晋以金为王朝得运 和后梁的王朝得运一模一样 石敬堂时候 他的侄子石崇贵即位 他对耶律德光称孙 但不称臣 契丹觉得正是其有此理 于是便攻打后继 石崇贵被迫投降 他当然打不过后继 全家被俘虏到契丹 后继灭亡 辽太宗一律德光 又降封石崇贵为富翼侯 真是个忘恩富翼的皇帝 你叔父石敬堂都对我称臣 你胆敢不对我称臣 没有我哪来的你这个皇帝 所以说石崇贵估计是年轻气盛 他大可以表面上称臣 暗中养兵 孙子兵法里说 兵者鬼道也 游泳兵之道 在于千变万化 出其不易 尤其要狡诈 也就是想打 但不打 不想称臣 但称臣 等到自己的势力强大起来 再去反抗 否则 那就是鸡蛋碰石头 是在做无畏的牺牲 后继先后经历两位皇帝 分别是后继高主 石敬堂 和后继出帝 石崇贵 石敬堂割荡的烟云十六周 也是导致北宋灭亡的重要原因